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选的下半场 从现在开始 每表演完一位 我们就会公布一次票数 卷起来了啊 朋友们 我说你别太过分 我是嘉陵江渔王 他说少废话 我是黄海龙王 虽然他死了 脸瘦了 今年天气这么热 该不会就是我太阳光了吧 破产了我们公司 也没有什么向阳的资产 就拿钻子和演员抵债嘛 是吧 我们去拍卖 今天我们破产拍卖的标的物有 暴梗两条 破口秀天花板一块 小浣熊一只 机舱门关上的前一刻 空姐冲着外面喊了一句 去上海的还有吗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说 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我这次来脱口秀大会 改变了我的一个认知 我以前认为脱口秀搞笑是王道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识 但我现在发现除了搞笑以外 我看嗨了 是能流眼泪的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恭喜 恭喜 欢迎来到天花板挑战赛 经过三轮的角逐 共有八名选手 留在天花板舞台 怎么硕大一个火锅店 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呢 但如果你跟他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乐 他们觉得 哦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我说你一大爷 宁可出去清理垃圾堆呀 别来站那儿 他说你不觉得 你打字都用刀装去吗 我说不觉得呀我 太帅了 自身绝美 这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不过我这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去上海的还有吗 在本赛段 八名选手将按照那坨排名 分成前四后四进行1v1对决 胜者将直通半决赛 怎么有一个座还不一样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座就是晃晃的要在的话 你俩就互相让一让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环节 接下来将由我们的老朋友 奶圆选自约1%珍稀 捐山牛的经典捐山有机奶 为我们带来本赛段的具体规则 那头前四选手 按照排名从高到低 依次前往续听选择对手 如果双方互选对决成立 如果后四选手中 没有人敢向前四发起挑战 那么前四可以直接选择自己的对手 你觉得你可能被谁选 不知道啊 我感觉自身应该不会选我啊 我觉得自身也不会选我 我觉得自身不会选我 哥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跟自身一直一个死的一股 我自身会选我吗 没有 这自身没得选了 预测一下那边会选中咱们之间的谁 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 不可能选你 不可能选你 我觉得不会选你 选毛豆就两种可能性 在毛豆后边上被毛豆炸死 在毛豆前面上被毛豆炸死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不扛胯 我一胯就完蛋了 那那 老师您的稿子呀 这真好呀 你的稿子呀 老师 您怎么见过这个推广演员 这几年来 5G 甚至以后往后推5G 我都没见过像您这么天才一饼 天赋一饼啊的人 哈哈哈哈 有请那头第一名的佟莫楠 哦 前往续听的对决之门 请那头后四拳手 立即前往续听后场区 我上一赛一段直通之后 觉得自己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选谁都可以 打谁不是打 来吧 无论面对谁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想要夺冠的话 无论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都能给他踏过去才行 有请佟莫楠选择你的对手 在我内心当中 我可能比较想选的 就是邱瑞和窦窦 我基本上就得他俩他能选 陀莫楠已经选择完毕 请打开对决之门 中文字 payroll 中文字通知 啊… 中文字通知 中文字 razつ 中文字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吓一跳吧 头老师 你们有没有特别想比的人 我没有不想碰他 我都行 都一样 完全都差不多 那咱就都选一个人 哈哈哈哈 就无论是谁 咱都玩了一战 直接干 是吧 这哎 谁怕谁啊 对吧 哈哈 都是地 都是地点 在座的都是地点 四名挑战者选择完毕 童莫南 你的选择是 那我选逗的 啊 酷 就我们就匹配成功了是吗 恭喜童莫南和豆豆互选成功 哦 耶 请一同前往旗帜墙 挂上你们的对决旗帜 我跟豆豆吧 就是风格很不一样 放在一场来比的话 还挺有差异化的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应该 他选我 我也挺开心 既然遇上了就 好好整一场 打得精彩一点 旗鼓相当一点 没在怕的 接下来有请内图排名第二的 旁博做出选择 我选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都来 我们都来 我选了丘瑞 丘瑞这一年这些段子真的是 非常的扎实 也非常的好笑 整个表演状态也是提升的 但是很久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一些新的考验了 我其实从一开始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不选广智 我只剩下串哥了 你就留给毛豆了 半决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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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一直有一个约定 就是我俩 不要出现在同一组 希望能够双双进去到半决赛 就是咱俩了 我们就匹配成功了是吧 哈哈哈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就可以了 不论输赢 想在这个舞台上突破 想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更好 更多的东西 丘瑞哥 我们是最棒的 一起加油 好好演出 一定是一个已经非常 难以应对的局面了 虽然我也没有很想赢 我只是不喜欢输 这次会拿出一天更好的稿子吧 随便们加油 我们半决赛见 我挺想看同胞男跟豆豆的 因为他俩都是准备的都非常的充分 就是这两个人很难说 我觉得五五开吧 豆豆是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我最难战胜的对手 我还挺想上去比比的 我也打过一些很厉害的选手 输赢规定 期待广志和毛豆的那一组对决 广志呢 现在接近于无懈可击的一个状态 毛豆太强了 感觉我们七个人加起来都不够打毛豆 倒没有有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每年的最强行人打过来都是打我嘛 反正不到最后也是不知道结果的 龙旺之老师是圈里的一个精锐吧算是 部队的作风吧打的就是精锐 打吧 在这一轮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厉害 有那种紫禁之巅的感觉 特别的胶着 让人猜不到结局 值得撑得上真正的天花板之战 打了 赵 这 大 以处理 可是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本期是天花板挑战赛 有请开场嘉宾何同学 大家好 我是何同学 我是一个up主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 今天是天花板之战 导演跟我说找我来 是因为我是数码视频界的天花板 看得出来我们这样的天花板不是很高 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一会儿讲完就要坐到我们弹总旁边 导演说 你紧张啥呀 你不是采访过很多世界五百强的CEO吗 我说 是啊 导演 我确实很小跟这种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打交道 大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应该是我采访过苹果的CEO库克 这件事库克才是主角 但是大家都夸我 说何同学英文真好 人家库克的英文也不差呀 还有很多朋友说 何同学的20岁真精彩 快别这么说 库克的60岁更精彩 今年是我拍视频的第五年 但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 我第一次发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很纠结 这个视频不发吧 有点可惜 发吧 我还没有准备好成名后的生活 所以说最后还是发了 一天后 这个视频有整整六个播放 一个转发 我妈转的 我深受打击 就把这个视频给删除了 之后我就这个苦苦钻研视频技巧 终于让视频的播放量升了上来 所以后面就有朋友问我 说小何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你每期视频的播放量都这么高 因为播放量低的 都被我删掉了 我最火的是我做过一个改造升降桌的视频 那个视频做完以后呢 就是那个升降桌的厂商的市值 涨了好几个亿 这个其实是一个巧合 没什么关系 但是有一些公司啊 他就受到了启发 去搞什么升降桌 升降椅 还有升降舞台 结果大家是看到了 舞台是升上来的 评分是降下去了 我还做过一些视频 讲的是我做了一个开灯抛球机 它非常的厉害 在我们办公室的任何一个角落 它都可以抛一个网球 砸到灯的开关上 这样人就不用走过去开灯了 这个视频做了108天 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们的第一条热评是 何同学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智能开关吗 所以说经常有观众调侃啊 说何同学一更新视频 我就知道自己就虚度了几个月 其实何同学自己也虚度了几个月 不过我拍视频还是很认真的啊 经常是拍上百条素材才用一条 同事都不理解 他说有必要这么费劲吗 我不说话 给了他一瓶奶 问他好喝吧 他说好喝 我说当然 这是经典娟山有机奶 娟山牛的占比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 百里挑一 能不好吗 他说我懂了 我去买经典了 自己去拍吧 现在很多朋友对我有误解 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但其实我更愿意称作自己为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 可以留下二十个被大家记住的视频 十五个也可以 十个也还行 总之创作者最重要的 就是要不停地更新 更新不了视频 就更新我们的人生目标 最后 我们做视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每期视频 一定要有一个视觉爆点 但是今天说脱口秀 可以有什么视觉上的爆点呢 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 我表演一个后空翻吧 导演说太好了 没问题啊 我说导演 我有个问题 我不会后空翻呀 所以说我都去跑过学校学 教练说 后空翻只有三个动作 跳起来 收 落地 只要你做了这三个动作 就一定能翻过去 所以说鼓起勇气翻了一个 人却是翻过去了 脸落得地 然后教练很着急 小河你没事吧 我说教练我没事 我上的那个节目啊 对脸的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说实话 就是我练习时间不是很长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翻过去了 那谢天谢地 如果没翻过去 希望我摔得比较有喜剧效果 我换天津 为什么呀 带着带着 带着 我没翻好啊 但就当给大家拜了个早年 谢谢大家 我是何同学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又又又来了 哈喽 您好 欢迎何同学 请坐 请坐 也再次欢迎我们领袖员 大老师 哈喽 哈喽 您们好 回归领袖员 凤凰春期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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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采访库克相比 哪个更紧张一点呢 哦 肯定是这个更紧张 真的吗 我怕我脖子断了 我肯定是这个更紧张 那会不会让你们 你的观众朋友们 觉得你不那么科技了 这一个红帆 我们练习的过程 非常的有科技性 我们练的时候 身上绑了八根绳子 还好那种 那种什么高帧绿摄像机 翻一下 然后翻一分钟 看个半个小时 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然后再继续翻 你这是提简的是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欢迎花姐 一个你们看我们 这一季的节目了吗 看我跟王免丽表演了吗 你饿什么饿呀 是谁在唱歌 是不是 只要自己不尴尬 那就是别人尴尬 这边不好 来说一下本赛段 这个天花板挑战赛的规则 天花板挑战赛 本场八位演员 已经分成四个 一为一对决小组 第一次上场表演 每组票数较高的演员 将率先晋级半决赛 票数较低的人 将回到一层舞台 继续在第八期 和其他演员争夺 最后进入半决赛的资格 影像员依然是一灯两票 各位观众一人一票 全场满票200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上场的八位朋友 他们这个分组也是非常的惨烈 邱瑞磅礴一组 邱啊 怎么样 今天有信心晋级吗 我努力吧 得呗 因为邱瑞是第一个要上场的 所以我们先放他去后台准备 好吗 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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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志毛豆一组 毛豆这一季表现非常的抢眼 一直都待在这个天花板上 没有下去过 对 黑豆 不是黑马 怎么样 感觉 比较去 今天 这两天没睡好觉 广志呢 我也压力很大 我这几天也没打睡好觉 因为 你俩一个人 对 像瞎铺啊 来我们看看智盛跟谁啊 智盛跟谁打 我 我哥哥 我哥哥 哎呦 哎呦 川哥跟智盛一组 豆豆跟墨南一组 哇 这都很强啊 很强 都是天花板选手吧 对 今天跟半决赛真的是差很远 不是 差 差不过少 差不过少 而就是赢得一个直通半决赛的资格 输个呢 不会被淘汰 但只是非常丢人而已 有请你说这彭博一下 输给邱瑞个咋整 来了来了 过来 扔鞋 彭博扔鞋 你得气 其实我看到彭博 我觉得挺感动的 你知道吗 舞技了 大王都做了 依然还在这里 这么拼 而且 有这么热爱这个舞台 对 我有种感觉 莫名的那种感觉 有点激动 就觉得 哇 你还在 生活所迫呀 这个难道不是你想对曾一哥说的话吗 但是 但是我也觉得感动 两个感动 还有一个感动就是 每一季要感动的是谁呢 是建国 对 建国舞技里面 拿这个亚军最多 没人提 咱当面说 当面说 国仔你预测一下吧 就预测彭博跟邱瑞吧 彭博 邱瑞 这都人气选手啊 我支持毛豆行吗 我们这个备战监的朋友们呢 就是要跟今天 掉下天花板的朋友 继续争夺半决赛的资格 他们等一下 所有的这些人 将会在每一组对决之后 做出他们的预测 我们等一下再来采访他们 看看他们是怎么得罪人的 好呗 然后搞规矩 二位还是共享一灯 好吧 反正卡卡的拍灯标准 就是花姐喜欢谁 就给谁拍嘛 何同学有什么拍灯标准吗 不好笑 我是一定不会拍的 那你觉得我跟王敏 第一期的演出好笑吗 非常好笑 特别好笑 弹总啊 我有点意见 上次是因为腿受伤了 伤到凤凰传奇的要害 对吧 那我这次好了 为什么我们俩还 一人还是 两个人才一盏 能不能加一盏啊 就是上次一盏灯 跟您腿受伤 也没有关系 是准备了两盏灯的 被花姐亲手抠掉了一盏灯 今天呢 也请观众朋友们 放松心情观看 确实不涉及淘汰 但是演员们心里 确实也是暗暗较劲的 我们也期待他们 今天的表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就要来第一位 开场演员 邱瑞 恭喜邱瑞 晋级成功 升上天花板 恭喜邱瑞 直通成功 前往天花板 晋级区 恭喜 庞博 升上天花板 这种一为一的比赛 第一个上 然后又是开场 会有点吃亏 然后庞博又是一个 非常强的对手 我们会觉得邱瑞 赢的概率不大 我觉得 邱老师胜出的更大 比赛压力肯定很大 达到我每一天 得干到三点最早吧 有的时候会干到五点 黄老师 他的比赛状态是咋样的 黄老师 黄老师之近 跟我状态差不太多 我觉得 我其实没有在这个二楼演过 还感觉挺不一样的 就非常不脚踏实地 而且离观众有一点 有点的距离 就整个这个场域都比较陌生 黄博他老选手了 他很能摸拖这个台子 是什么样的 然后自己能适应这个台子的一股劲 所以这时候邱瑞跟他对 其实是有一点吃亏的 邱瑞这一季状态都超级好 如果说我觉得他保持这个状态 是非常有可能赢到这场比赛的 我觉得第一组晋级的应该是胖部 从我来说 我还是就是进行完美一段表演了 我是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我也没有很想赢 我只是不喜欢输 我觉得邱瑞不单单是状态 文本啊各个层面 他得一百二才能硬磅磨 我觉得我自己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各位朋友加油 今晚我们半天再见 我们半天再见 我们半天再见 刚才看到何同学在台上表演翻跟头 我都懵了 我说这咋还有绝活啊 我没有绝活 给大家讲点传统脱口秀吧 我的母亲 前两天给我发了一首歌 兄弟想你了 这玩意咋回啊 你说我回他吧 他搞我叫兄弟 不回他吧 他还想我了 我正想怎么回呢 我妈又给我拍了一段视频 看完我更懵了 你们一定在朋友圈看到过那种爹妈拍的小视频 也没有主题 也不给你剪辑 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戛然而止 我妈那个视频开头是个女的 但不是我妈 然后从远处传来我妈的声音 老妹儿老妹儿 你给大姐在你那个位置拍张照片 阿姨接过手机 发现是在拍视频明显没反应过来 按了一下反转镜头 一张大脸突然就出来了 配上阿姨那个惊恐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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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视频就没有了 我妈年轻时候真不这样 一般天冷了 妈妈穿你穿秋裤 有的会嘟弄你两句 有的会骂你一下 但我妈特别干脸 一句废话都懒得跟我说 她直接把秋裤 给我缝在牛仔裤的里面 这玩意绝啊 把短裤缝进去更好了 牛老师套裤嘛 我这上初中之前一直觉得牛仔裤 应该是有两成的 我第一次在寝室换衣服 给我室友吓一跳 他说你这个裤子厉害呀 还有内胆 还有内胆 我妈对我的关心啊也是无视角的 我不长得挺瘦的嘛 他就去给我找那种跟体重相关的偏方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偏方 就说你吃饭的时候吧 多嚼几下能减肥 然后就开始不让我嚼了 我一吃饭就在旁边骂我呀 我看你吃饭咋这么来气呀 你说你挺大老爷们儿 嚼那么细干啥呀 那玩意也不死就把些厌呗 我说妈这鸡蛋总不能一口一个吧 然后前两天我去体检嘛 大夫跟我说小伙没看出来呀 你长挺瘦牙口还挺好 我说那能不好吗 就没咋用过呀 后来大夫看到我胃部CT的时候 眉头紧属啊 说小伙你赶紧去做个胃镜吧 这里边好像有肿瘤 我说没事 应该是我早上吃了个鸡蛋 虽然今天说了这么多我妈 但也不妨碍 我知道我妈是关心我的 我也知道这个节目她肯定会看 所以我在这想对我妈说一句 放心吧妈今天我穿球裤了 谢谢大家修睿 谢谢修睿 3 2 1 请缩票 厉害厉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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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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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我就觉得每个秋裤的这个故事 好像我们童年都有过 小的时候就是 特别不愿意穿秋裤 所以就经常地 回到学校里 偷偷地把秋裤脱掉 所以你这个秋裤 一下就让我感觉到了 我们小时候的感觉 特别好 我小时候我老丢东西 我妈在秋裤上给我缝着兜 然后说你重要东西 钥匙尤其刻在秋裤里头 所以每个妈都有各种各样的招 我们问问年轻人 问问年轻人 何东西今年几岁了 23 你小时候有这样的困扰吗 听说过秋裤吗 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点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穿秋裤 薛文老师 我觉得他的洞察真的非常好 因为可能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母亲让我们穿秋裤 可能大家不太愿意穿 但是我特别喜欢穿 不穿的话我腿就疼 就膝关节啊 难受的 你有没有想过不长个 跟这个有关系呢 或许有一些关系吧 开玩笑 秋裤你每次 你专盔说你每次演出 妈妈都会看 那怎么说呀 这是我妈鼓励我讲这一篇 去年过年的时候 她就说要不就讲一讲 讲一讲我 然后 对 他也会去拿出去显摇 因为秋裤每回讲的 这个特别有魅力 他就感觉 因为秋裤特别的那种 他尖锐 特别尖锐你知道 感觉他心里的刺啊 慢慢长都长成贱了 你知道吗 一刀一刀的都戳过去 都特别 特别酷 而且他就说一会儿 要大家等 其实这种感觉挺逗的 就是大家都琢磨 琢磨那个劲 越琢磨越逗 挺好 挺好玩的 那我们秋裤作为开场 获得了四个派灯 八票 我们等两个人都表演完 一起公布票数 请秋裤进入等待区 当我知道开场的时候 一些雷牙泪挺大的 这是我有史以来的 第一次开场 用尽全力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引发了 无数感动的 初代大王 胖瓦 大家好 我是胖瓦 谢谢大家 谢谢 又要PK了 不是很想PK 尤其跟邱瑞 你们不知道 我们是全公司 最像三星堆的两个人 确实每年比的 都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年格外的难嘛 前两天 我在刷那个朋友圈 我看到我有一个 做综艺节目的朋友 他在筹备一个新节目 名字叫 种地吧 少年 他是叫一群 手无腹肌之力的男生 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用六个月的时间 种出一万斤粮食 我当时就明白了 主要就是面向 这两年在家 待业的这帮idol 对吧 真正的男团 传在就业 我问了一下 听说已经有三百多个idol 报名了 没想到是吧 i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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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l最后是土豆 这是 我就希望这个节目 就好好做 对吧 也别搞那些什么综艺套路 别跟我们似的 什么PK淘汰 是吧 不要有人种着种着 发现自己 快要赢了 第二天起单 发现对手把自己的锄头藏起来了 就好好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样啊 节目录完 以后谁都不要再批评idol 基本功差了 你想人家那个技能 唱 跳 施肥 打药 联合收割机的维修 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觉得干脆就更极端一点 是吧 节目里收成最好的四个人 咱们直接原地成团 新一代的F4 是吧 Farmer 4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这两年 节目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你看 姐姐在那乘风破浪 是吧 哥哥在那披荆斩棘 还有一群少年在种地 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他说因为我们想过向往的生活呀 节目还没录 人家甚至还没录 不过 说了说你们是不是还挺想看的 我也挺想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抓人眼球的东西啊 越来越多了 有个特别火的新闻节目 说的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但是你一听 有人花了好几万 闻了一个这样的眉毛 这我必须得仔细看一看 短视频上还经常有那种 洗地毯的视频 我都反思 我为什么爱看这种东西 自己不爱做家务 看别人做家务 不特别来劲 按说一个地毯都脏成那样了 咱干脆就买一块新的 对吧 脏成这样都不扔 只能说明很珍贵 但是这么珍贵的地毯 又是怎么脏成这样的呢 我唯一见过的又珍贵又全是泥的东西 只有出土文物 但是刷文物都是拿个小刷子在那一点这样 没有人说拿个高牙水枪 是吧 再织一个手机 家人们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冰花泳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哪怕是体育比赛 你比如跳水 这种观赏性很强的项目 点击量特别高的 也很有可能是那些失败机器 那是真正的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就是谁都知道是吧 这个大哥跳下去一定有水花 但是谁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大水花 那个水花大到什么程度是吧 就好像你在互联网上说了一句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今年的领校园还挺懂脱口秀的嘛 经常是看那个大哥跳水 出发的第一步就有问题 是吧 但你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个过程 哎哎哎哎哎哎妈妈我爱你 看完了之后 让我这种普通人 也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是吧 你就感觉只要不怕疼 我上我也行 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 放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旁国 三 二 一 请 锁票 这个重力节目是请你了吗 暗示他们一下 因为那个 有一些 我们这个现场啊 经常来一些亲朋好友来看 一般呢 没什么事呢 我是不愿意把人家叫起来 其实人家就是来放松心情来 开心一下 但 既然你提到了向往的生活 那么掌声欢迎彭于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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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去了向往的生活 怎么样 我觉得向往生活很好 而且向往生活 外区我也是种地啊 真正的种地少年在这里 那得是C位 那得厉害 没有没有 但是刚刚确实听得很开心 很开心 谢谢 谢谢 放过他 放过他 让他做下快乐吧 对对对 让我快乐快乐 但是他是今天就是观众 跟各位一样 也是手给拿一个投票器 既然他已经报告了 我们后面呢 还有一位观众 在家里看节目呢 没事 我还以为现场要说什么呢 没有 你拍的这个点太奇怪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太感同身受了 因为我自己在后空翻的时候 会把自己翻的录下来 真的很好笑 就是人在空中的表情就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庞博老师 完全庞博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做视频 或者做内容 就是大家喜欢的点 其实都不一样 我们作为创作者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出发 对吧 自己高兴 哎呦 一个来自23岁青年人 对一个33岁中年人的鼓励 我一定好好努力 打出来贴墙上 你某些气质还挺像的 是的 我特别喜欢庞博老师 因为庞博老师会写代码 我虽然代码没上过天 但是也每天在家偷偷写代码 花姐 你让你感动的男人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能看得出太难写了 5G写了那么多好的稿子 到今天还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把你榨干 我就觉得已经很感动了 压力太大了 我能感受到 但是你今天讲的也是非常 怎么说呢 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庞博 就是每次上台的时候 那个感动点特别靠谱 因为他每次都朝气庞博 充满着朝气那种感觉 邓一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没拍的原因是 是因为你太稳了 知道吗 确实 作为刚才我接的我搭档说 5年时间 你每一季在里面 其实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也是像我的 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一样的 五颜六色 因为这个舞台 会给大家很多欢乐 很多色彩嘛 大家每个人的这个位置 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我也得向你学习一下 那庞博也是四个拍灯 八票 请邱瑞回到舞台中央 公布票数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备战间的朋友们 都分别选择支持了谁 邱瑞 有杨波和胡桓 还有小北和鸟鸟 OK 那看看庞博那边呢 你怎么带坏了鸟鸟 鸟鸟 这算射孔吗 鸟鸟 我感觉你这社交水平可以 快乐小鸟 来我们画面切回现场 两位站好 现在都是八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 庞博邱瑞最终的得票情况 邱瑞这些点其实很多人都聊过 然后但还是能聊出一些 新的角度跟新的方向 还是挺不容易的 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启发吧 我觉得庞老师今天写的都很好 有他角度的观察 特别有庞博的风格 我觉得我是用尽全力了吧 两个人都演完 还是有一点新的 我心里是替庞老师捏一把汗 功力已经非常深厚 而且他也讽刺了不少的社会现象 我觉得还是敢说 我觉得邱瑞的希望是挺大的 因为邱瑞把观众真正的 带入到了自己的内容当中去 我觉得邱瑞在今天是 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 邱瑞173票 磅礴164票 恭喜邱瑞晋级成功 邱瑞晋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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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脱口秀 讲故事的那个方式 是很紧紧又调的 就是微微大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开得特别棒 那个大家也不用遗憾 好 演的没有他确实没有人家好 然后稿子也没有他好 这个结果也很正常 抱怨要不要穿球裤这个事 其实 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不是说这两年才开始讨论的 但是他还是能翻起来 我就觉得还挺 挺有 挺有启发的吧 就是 我感觉庞博老师 其实贡献了一场 就是经典的这种 狂博士的脱口秀 他确实是 就是在调侃一些 这种生活中的这种 社会上的这种现象 他是第一季的大王 然后他是唯一一个 录了 录到第五季还在坚持的大王 很了不起 怎么又堵车呀 邱瑞 不广致 网上买的东西又坏了 不是换房了吗 怎么车也换了 这难道就是那款 超多模式 超多功能的截图大圣 行了 快上来坐坐 好爽 这就是女王模式 不仅让你舒服 我这截图大圣 还有炫彩灯光秀 动情配合 多场景一键切换 还有宽蓬动力 和宽轮刺魂呢 动感觉是有机 同样的 我的车 接下来要上场的两位 都来自山东 兄弟的对决 掌声有请 这对兄弟里 首先上场的 大哥 孟川 徐军胜192票 本场第一 登上天花板 1.821很高 恭喜孟川 持统成功 幸迹天花板 我跟支撑选到一组了 我们刚才还在说 回去继续一块写 山东人都是兄弟 就我们俩一直想着 就不是说战胜谁 就想着好好的演出就好了 我俩如果想战胜谁 就不会在一起备战了 对吧 持绅和孟川的备战日记 我觉得持绅现在是前面那个 这块缺一个硬梗 前面 你应该从前面起 你整往后面 那块不行 有点靠后了 行我想想 而且这块旅顺呢 咱们再看能 能把它铺垫缩一缩 就密一点 密 嗯 嗯 嘿嘿 有了 有了 啊 哇 哇 这个是咋回事啊 我跟川哥一次读完稿之后 还去射了会儿键 还挺放松的 射键可能让你变得更专注 下一位选手 徐志向 他跟主编方很激动 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喜欢电动车的艺人 我实大实地说我的文本会比志向好 但是他的状态会比我好很多 我在脱舞上面憋着一股劲吧 其实在脱舞上面好多 说我靠长相也好 靠口音也好 这些东西给了我很多额外的家伙 今年我想做突破 我呢也决定把长相的部分往后少 减少减少 而且这次比赛输了也不会直接淘汰 那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我觉得大概率啊 致胜 我觉得致胜很难在投票这个环节上 输 川和今年还挺不太一样的 我感觉川就是创作上有一个别人感受不到 但是自己应该能感受到的突破 就是过了某种关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川会晋级 今天我争取175票以上 我上上轮得了172票 我觉得是偏低的票数 所以我定格稍微高一点的175 我最期待我和川哥的好看 因为我就想看看大家在一块写出来的稿子 就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效果 川哥加油 尽力而为 天宋 大家好 我们 unity 这轮比赛是我对智晟 咋赢 找的也不如他好笑 口音也不如他好笑 甚至连山东的本土优势都没了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智晟捣饰得好看点 智晟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杯水扯心了吧 把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投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撑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留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意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我们学校是美国长青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来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来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边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令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 他们的家庭群 群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按字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王总当二舅 我学死这种客公司 没有上升空间嘛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当时就红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生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 莫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烦我五百 我说那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反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在别处吃回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 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 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嘛 老板一带我们去寺庙 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抵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 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罚我五百块钱 接下来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赌票 孟川其实太炸了 厉害啊 厉害 冠军了 哇塞 冠军 冠军 赢了 赢了 川哥这个是怎么回事 跟志胜在一组 其实这一组 没有什么比赛的感觉 就我跟志胜 还有忽兰 我们经常是在一块写稿的 然后天天熬到深夜 但是挺开心的 就是我觉得 这才是脱口秀的感觉 大家弱化比赛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私底下 真的都是特别好的关系 嗯 这山东人是会说场面话 可以 没有不尊重山东人的意思啊 我觉得会说场面话 你跟弹幕的朋友说一下 弹幕的朋友 他没有不尊重山东人的意思 谢谢各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 所有的都要说一下啊 开玩笑 但是川哥其实每期都会说一些 有山东元素的东西 但每次都说的非常好笑 这一期说的最炸 就是那种 太好笑了 和和和同学 就是刚才他说那些大学 我确实有几个没听说过 我是全没听说过 但是确实我感觉 孟川老师 就是他的文本跟结构都特别好 这段子 就哪怕你只是 就从这个书上看见 你也会觉得很好笑 当然表演出来就更好笑了 所以真是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什么时候出书啊 年内 对 我写了本小说 应该今年就能出版了 哦 名字定了吗 哎 不能说 你现在说了 马上就有盗版了 你先别说了 对对对 我们就记得川哥要出书了 它是一 就是一个 就像和和同学刚刚说的 就是从文本上看 就很幽默的 一个小说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我觉得七七都 看孟川演出 表演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给你很多很多的 就是真实的故事 你一说 我就一定会相信 就觉得 哎呦 这个真好笑 真好笑 今天这个是让我感觉到 好像中了彩一样 感觉到中到了 盲盒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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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款 嗯 我好像讲的有点乱啊 就是意思好像 他的所有的场里面 我听到现场 是最好的一个版 您说的一点都不会 您就是缺赠一格 给您补充 来 对 刚才那几句 下声 yo yo like this 然后就可以了啊 刚才林华哈 是我先拍的 林华没拍 后来我们四个人 一直在拍 说到这个反五百啊 我们一看 谁拍的最多 但是孟川呢 他有个特点啊 他跟我喜欢的 同时喜欢的另外一位啊 杨波 哎 哎 杨波 讲脱口秀的时候 你得 去想想 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吧 那孟川一讲 他肯定是真的 对 特别诚恳 那这俩没有共同之处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说一个共同之处啊 其实都是假的啊 其实都是假的 川哥是一个加速版 真诚版的杨波 让人更加的 愿意相信 但我相信里头 多数都是编 好 那川哥呢 也是得到四个拍灯 八票 进入等待区 我没想到反馈那么好 昨天开放Message 后边还是有点掉的 我都开始写下一篇 四灯的一刻就觉得 挺好的 今天的四灯 比以前来的早了一些 接下来掌声有请 中文互联网 谨慎的帅哥 秦俊胜 加油 加油 大家我是志胜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志胜 你除了脱口秀 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你要是 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出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 都有人来看我 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学会 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 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 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 把他的双截棍 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 这个棍打人 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儿 就一直没有找到 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 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 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避疫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 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 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 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 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 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 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 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 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说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 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 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 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 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原来是一个女孩 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志胜 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 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 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 修得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 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 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重力化少年 这种节目 真的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志胜 喜欢志胜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料 我们先不采访领校园 我刚观察了一下 彭于畅都要笑死了 给彭于畅一个换头 你怎么那么高兴 没有前面我一直在笑 我每个都在笑 但你这个格外的夸张 你不用看我 你跟他交流就可以 我看到志胜 我就想到了路哥呀 很亲切 看到你 真的是 跟陆寒除了长得不像 像哪都一样 我好怕 但是我前面 更想笑的是 因为我看到前面那个 长得特别像我表哥 川哥 对 你就是那家族企业的 是吧 长得特别像我亲表哥 行 你坐下之前 你直接都站起来 得罪人的事干一个吧 你觉得他俩谁会赢 你知道李战坏不坏 坏蛋 我都投了 那不行 对 你投肯定 我也都投了 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现场的观众 那么废话 我这个场面话得说吗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压力有点大 我哥哥在前面 是不是 我觉得他今天 今天直升上来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稳 对 他被前面吓着了 没有那个气势 对 有点着急 对对 但我替我哥哥高兴 真的 你看这个长边话说的 今天是高 高清商大会 但确实直升今天上来 好像打招呼都没有 之前散门大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感觉那个场好像是 暂时上来那一瞬间有点不属于我 我那一刻有点陌生 但是花姐是好像人没讲的 这一热情就拍了 我拍的 这一个没讲就拍了一个 我热情吧 你把你的名字一报上我就给你拍了 谢谢 夏威 还是希望拍在梗上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其实中间我又拍了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焊电焊吗 其实我也焊电焊 我学家电的 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 必须得要去 要自己要组装一台彩色的电视机 你说的怎么像何同学干的事的 经常干 经常干 就是打印一个PCB 然后把那个焊锡 不是焊锡 反正就是把零部件放上去 然后拿电脑铁把他焊上去 听懂 我全听懂 我老师 最后一句送给你 电焊吧 少年 错 就是电焊 何同学跟智商在另一个节目碰个 我跟智商是好同事 我们已经录了有八期节目了 智商老师他有一种天赋 就是当我们所有人在他周围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快乐 他什么梗都接得住 气氛也很高兴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智商老师 他确实有这种喜剧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就是干喜剧的 肯定 那智商也是四个拍灯八票 让川哥回到舞台中央 其实这个挺玄妙的 本来我觉得智商一定会略赢一点 但是今天太猛了 但是今天太猛了 孟川八票 徐志胜八票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孟川徐志胜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这个好难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次我就异常胶着 因为智商也是观众缘又好 耿也很密 川哥那段稿子也非常炸 所以就真的很难猜 难分伯仲 非常胶着 我感觉谁都有可能 应该在毫厘之间那种 开梦川 蔡志胜 当时我觉得好像我的迎面大一些 因为志胜的四灯也晚一些 他其实今天没把他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这段稿子 他还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心一直是坦着的 一本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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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写吧 没错 没错 写他过来 写他过来 孟川192票 徐志胜177票 恭喜孟川晋级半决赛 写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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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川老师的文本太好了 就是他只要念出来 他就一定会笑得很开心 这个真的是 然后期间出一个 脱口声音量扎实的这种文本功力 也是孟川老师能说到现在的原因 反而其实我们就 基本都写到四五点钟 写到凌晨 就是我们希望反复验证 和努力就回报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事是头脑不得的 你满意啊 他已经超出我的心理运气太多了 我觉得今天算是达成目标了 达成的有点高了 走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至少像您这样既会电汉又会中地 还会修车的脱口秀演员 确实非常的难得 就像我们经典绢山有机奶 只选用约百分之一珍稀绢山牛 好牛产好奶 至少打开思路 有空也可以学学怎么养 转山牛 好吧 回去养牛吧 拜拜 Hamburger 带我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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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见了 加油 因为接川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智胜今天的演出我觉得也是 我能感觉到观众也很开心 也很想给智胜和大家一个支持 然后智胜也是很努力地 学问观众后点起连接 但今天的连接感觉总归还是差一点 就有一点点的错位 许志胜跟川哥最能体现天花板的 志胜那个段线下特别炸 谁都接不了 今天他好像也被川哥影响了 上来这场就不对 但也很惊惨 只是他没有发挥那个本身最好的状态 来了 又见面了 观众其实一直在很捧场 一直在鼓励我在鼓掌啥的 但是这个台上你没说好就是没说好 你没说好一定是你有原因的 反正就写吧 我肯定会写 好好的写 认真地写 刚刚花姐说是你们二位第一次看 徐志胜的现场 对 今天头发变化很大 他这一季想做一个突破 确实志胜这一季之前一直都非常的强 很顺利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强强对话 高手对决 下去的人谈不上输赢 只不过是坐在那的人更厉害 掌声再次送给邱瑞 孟川 接下来这一组 两位是从本季脱口秀大会开始 就驻扎在天花板上的选手 实力毋庸置疑 让我们恭喜豆豆获得 恭喜豆豆192天级天花板 冠军 两位写 恭喜莫安 192天级天花板 我觉得豆豆和佟莫南 有点那种天花板去战的意思 我觉得佟莫南就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选手 他的技术好到其实他有一点像老选手 就是他的票数永远会很高 我觉得一位一谁也战胜不了豆豆的 我们其实是以讲述为主的 豆豆是以演义为主 他的本来就在我们之上的一个层次 让我们恭喜何广市 莫安 恭喜广市192天级天花板 恭喜莫安 莫安 你们这一赢的太漂亮了 有天花板去进去 反正在我看来 毛豆豆就是这一轮最难打的对手 如果让我选 我最不想碰到的应该就是毛豆 毛豆豆那篇稿子是属于 你无论写到什么程度 你都没有把握说可以百分之百战胜他 广智呢 我觉得他比去年更强了 在文本上 就接近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状态 他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产出非常高质量的文本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位最终的得票情况 最近为了录节目 我都开始规律饮食了 一顿只吃一碗饭 你能办得到吗 咋办不到 就着海天拌饭酱 一勺就能拌掉一碗饭 怎么办都行 不会饿吗 饿什么 还行吧 不说了 我着急参加海天干饭节呢 欢迎各位回到天花板挑战赛下班场 现在比赛继续 大学四年挑了三件健美操 每个周二的下午穿上白色的丝袜 粉红色的背心 在那 I have an apple 云体验的时代嘛 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 刘弓虹建真操最火的那会儿 我也是拿着包数片对着电脑 你这核心得稍紧 我因为长得老实嘛 还经常被插队 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 就像是看见了这个工序良宿的漏洞 快来插队呀 这是有一个人性的缺口 我第一次运船的时候 他们叫我拿那个升降啊 擦胸口就有个穴位 擦好使 第二次他们叫我拿那个洋葱 擦太阳穴 要是再不好使的话 可以嘴里含一个大料 第三次运船 我都不敢跟他们讲了 我感觉他们马上就要起锅授游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最后一组对决 最终的得票情况 联合赞助播出 早晚一刷一束 帮助口腔修护 感谢让暴梗脱口而出的 云南百药口相互礼品 特约赞助播出 提升肌肤状态 年轻由内到外 感谢让你在舞台展现光彩的 赫莲纳玉宝瓶精华 赞助播出 抱羹有技巧 熟电药三好 感谢好用好看 好清洁的三好熟电品牌 华递 赞助播出 防脱药趁早 怕脱发就用养原青 感谢让发起线不再退退退的养原青 赞助播出 延迟引擎老化 快乐即刻出发 感谢让引擎持久年轻的 到达二能源 快食润滑油 赞助播出 卖吧派对旅行家 超多模式 随心搭 感谢官方指定作假 机甲SUV 截图大圣 赞助播出 让我们海天作伴 吃得潇潇洒洒 本就没有一勺拌掉一碗饭的 海天拌饭酱 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碗茄黄错不了 感谢一颗新疆番茄 在里面的茄黄赞助播出 好快乐五分钟 有一位叫 是一只肥仔呀 的朋友说 今天星期五 再坚持一下 就周末了 和肥仔说了 我要出去玩 所以他也是肥仔 他也是 并且不带他 秒变大圆种 这是他家的猫 好快乐 好可爱 很可爱 现在他的段子 都变得好笑了 一起来 大家可以继续 分享自己的快乐五分钟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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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